我留意到美股上星期开始有一个会员状况 预期来说有部份投资美股的资金会转回亚洲市场 因为始终整体方面对应美股也是稍微低的水平 其中中港股市已经低残了一段日子 所以暂时去看似乎会逐步帮回资金流入 我相信到9月大市成交金额有机会逐步去到950亿 甚至是1000亿这些水平 只不过今天来说要去关注 到底美股隔晚一个下挫状况 港股来说会否经得起这个考验 隔晚夜期都是一个靠稳的状况 再加上今早早见到美股的期货又再开始回升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首先留意着19600点的位置 今年来说除了3月有两个交易日 收低这个位置 再倒数回去的时候 已经是去到2016年初 才曾经收低了19600点 所以这个位置就会比较关键 如果你说连续两个交易日 这么幸远跌穿的时候 才稍微有一个心理准备 可能会下跌19000点 甚或是18800点这些水平 是的 大家都留意着 以及观察着 成交金额会不会进一步上升 的话 vibrationпис wonderful and excuse Couple what you'd on 感谢观看